- 你說他為了同居的演員還準備蛋糕 還見人家愛吃的口味 他這樣搞的讓我覺得我很對不起 哈哈哈哈 這題是為你設計的意思 這句話寫是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就是以前我剛出來拍戲的時候 就是前輩們很照顧我 比如說吳建豪 陳柏玲 林依晨 他們都是很好的榜樣 然後當我變成了 就是好像稍微自身一點的時候 我覺得我有能力的可以去照顧大家 而且我是一個很喜歡團隊氣氛很好的人 康樂鼓掌 對康樂鼓掌 我就覺得比如說有誰不開心 我就跟他聊個天或是怎麼樣 我希望整個工作環境都是很棒的氛圍 所以就會記一些小小的事情 不到很貼心的就小小的心意而已 所以兩位都有感受過他的心意嗎 有 像我的部分就是我有 剛開拍沒多久的時候 我就拍了一場情緒非常重的戲 然後那天在拍攝前 我就已經呈現在自己的狀態裡面 就基本上沒有人敢靠近我 因為大家都感覺到 我在醞釀那場戲 然後那一場戲拍到快要結束的時候 他就遞了一個巧克力給我 然後是我很喜歡吃的巧克力 你連口味都記得了 就是我可能曾經提到過說 我如果心情不好的時候 吃了這款巧克力 我就會頓時覺得 就是放下了 然後就很開心 他就記得 所以他那時候就突然遞了那個給我 我就 哇 很貼心 咬貼心 真的 你 你也有嗎 我也有 雖然是男生也有 就是我們那時候大概七 八月多殺青 然後我真的忘了 然後我生日在十一月 然後那時候就大概十一月前後 突然有一天王子就約說 大家一起來玩狼人殺 然後我也沒有多想 就是大家一起玩 玩完突然間 王子就拿了一個蛋糕出來 我想說我真的會很訝異 因為如果是在拍攝期中 王子記得那就是 那是他基本的貼心 可是我覺得 都已經殺青了 然後他還特別為了我這樣準備一個聚會 我覺得哇 真的是 他應該是一知道演員 就先去調查大家的生日 真的 你出個本子 因為我們在那個 剛好 剛好 生日比基本 我們在表演課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只是第一次見面 然後他就已經準備好邀議題的蛋糕 那是第一次見面嗎 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四個人 四個人一起見面 他傻眼 他傻眼 因為他前一天晚上我們有一個群組 他還叫錯我的名字 你怎麼叫休聖霞 休聖霞 對 然後我原本想說 到底要不要準備這個蛋糕呢 但是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氣氛 是大家第一次認識 我覺得有一個蛋糕 大家會覺得 哇 我們想要這個同居的演員 感情會變好一點 我覺得之後工作 我覺得大家一定會開開心